痛風就是 你吃了很多豆或遺傳物質 這些遺傳物質 在腸上會化成遺靈 變成一類叫做飄靈 飄靈吸收到肝 肝有一個酵素 叫做黃飄靈氧化酶 將飄靈轉為尿酸 尿酸是一種東西不能太溶在血裏 所以血裏經常把握了尿酸 如果把握了尿酸 那些血經過一些冷的皮膚 譬如說 膝蓋的皮膚或者是 手指、腳指 有些冷風吹過 皮膚冷了一點 譬如說冷了0.1度 那0.1度就可以 導致有少許的尿酸 就不能繼續溶在血裏 就沉澱了出來 在關節那裏 就會變成 導致有痛風 如果沉澱出來 在血裏 很容易還有痛風 尿酸腎石的問題 但是說回冬菇 冬菇就是 冬菇上面的釘 上面那塊吃的物質 我們叫做 Fruiting Body Fruiting Body的下面 反下來 我們叫做Gills Gills Gills裏面有很多 冬菇的包子 冬菇的種子 很多時候你們不能吃冬菇 是因為 冬菇的Gills裏面有很多包子 你如果把冬菇浸軟了的話 就用手指拔一拔那個Gills 拔掉那些包子 在水裏面 或者在水龍頭下面沖一沖 這樣你可以減少很多 吃那麼多遺傳物質的情況 你現在煮冬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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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所說的冬菇湯 你是把醉糖浸出來 你是沒有浸出那些遺傳物質 遺傳物質不溶在水裡 所以是OK的